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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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來到智乎通的知识補复时间 今天請來這一位 其實參與了很多慈善工作 亦是用他的生命影響其他生命 究竟在他的故事當中 我們可以得到啟發呢 就要和他慢慢聊 歡迎Kenny 你好Apple 你好 我是一個慈善機構的總幹事 不過我知道在做慈善工作之前 其實你在商界當中 都相當之有經驗 其實當時有什麼契機 令到你由商轉去做慈善工作呢 其實很有趣 我想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自己會做慈善機構 小時候我真的會發起 和同事行百問行 或者是在中學的時候做一些義務工作 但因為我讀書 讀商業的管理學士 很順利成章就去做商業機構 每份工作都很勤力去做 做到老闆通常給我做額外的工作 轉過很多不同行業 因為都很想試一些新的不同的行業 我做過銀行 我做過速遞公司 我做過快餐連鎖店 那些的事務工作 但很有趣 做了十年之後 然後又轉行 你知道我們有空就寫一下 找米寶寫一下 很有趣 兩間聘請我的時候 都是規模的機構 我這麼有趣的 一間是本地也挺大的 一間是國際的 那我就選擇了 哪間特別一點 後者特別一點 為什麼特別呢 因為去到一間機構 第一 它又憋憋憋 天花也是沒有 天花板那些 廁所 男女共用 都是一個廁所 那些同事 屬下 和你P的同事都會面對你 沒有這麼有趣的 這間機構 挺好的 不如就做這間機構 當時就加入了這間 國際的扶貧機構 到2015年 現在就成為這間 現在我在培養會的總管事 是一個機緣巧合 都開心高興的 因為學了很多東西 通常人們一聽 就會即時作出比較 就是會覺得 做優惠 應該不是以理智當頭 可能是有一些抱負 想做到 所以錢就放在一邊 但對於Candy來說 其實也是一份工作 說真的 都首先要為自己去謀生 其實薪酬待遇 我知道是相差很遠 當然 其實當時 第一月薪 就少了至45% 不要計算那些 通常的機構 還有機構有優惠 所以你又沒有買 然後如果你出差 我記得我以前去別的地方出差 例如去新加坡 我們有一些同事 會有車來接我 現在是沒有的 你自己也要看看 怎樣找個方法 去海外辦公室找他們 那我感覺很不一樣 有一點點覺得 是不是很傻 進入了這些機構 然後試一下 而且當時 因為家裡的負擔不太大 那先生也有一份 比較理想的工作 所以不要緊 我先生說 你看你去試一下 反正你都喜歡轉來轉去 那就去試一下不同的工作 看看是不是可以 令你自己覺得 做事開心一點 通常就是 所謂的小小的阻力 未必是來自自己 可能因為 譬如說Candy 我都會很清楚知道 如果自己想試的話 其實你是下定了決心 想轉出去 但身邊的人就會覺得 你有沒有想清楚 會不會是由商 跳出來做慈善 很難再跳回 或者找不回那份工 身邊有沒有人潑冷水 其實也有一些 讀商業的時候 同學說 你去做這些慈善機構 你讀商業的 是不是浪費了些 那我就想 不是的 你每一間機構 都可能用到這些 商業機構的知識 都可以的 這是我當時的想法 而很幸運 真的去到那個工作的崗位 裡面 又真的發揮到 所以其實就真的 有時候都覺得 明明足自有志在 但你說到說 是真的發揮到 其實可不可以有些實際例子 好像很不同的兩樣東西 譬如說商業我們是要寫一個 Marketing Plan 可能做一個品牌管理 是 很多東西都是用一個營商 或者是找生意的角度 大家有時候看不清 因為可能對慈善機構 或扶貧機構 不是有太大認識的時候 就在想 其實你們需要不需要做這些東西 或者方法會不會很不一樣 其實都是採用那些經驗的 我在工作裡面當然也試過有些阻礙 因為始終當時扶貧機構 或者那時候的社會機構 很少用商業的模式去做這些運作 我記得譬如說 我們是最早的一兩間 去到街邊做一種叫做招募 一些每月捐款者 現在有時在街頭每月 小姐你會停一會 我以為你們是開始的 我們都是數一數二個間 當時 但是就算內部同事都很懷疑 眼睛看到 行不行 你會不會令到我們那個聲譽受影響 你現在走出去街頭做這件事 好像很大件事 但我決定了要做 我就會很下去做 亦都告訴我們管理廠廳 以及我們傳訊部的同事去看 管理形象 不是的 人們覺得很好 她說 之前在電視看到你們呼籲 但找不到你們 打不到電話給你們 終於在街頭看到你們 很開心做了我們管理人 其實真的做到的 我就告訴你們 你們不用擔心 其實是那一劑 還有一次我記得在商業機構 就學過 如果你要找一個新的顧客 那個費用比一個顧客 四五倍 大家都知道 在商業機構讀書也是這樣說 然後我就知道 有些捐款人在中間都會停捐 就叫同事 不如我們打電話出去 看看有沒有辦法說服他們 不要停捐 因為你停捐了 那些錢 少了 那你去幫人的錢又少了 我就試行去做 但是我記得有一個同事 因為離開了 有一次打電話給我 就說 Hailey 我不喜歡你 你為甚麼要我打電話出去 做這件事 我們不習慣做這件事 但是證明這個方法 是真的可以幫到機構 留住一些捐款人 讓每年都可以多幾百萬 去幫到發展國家的貧眾人 讓他們能力改善生活 所以都要有一個態度 就是你都堅持自己的想法 你覺得是做到的 雖然機構做到的事 在這些機構一樣會做到 只不過就是你們要去接受 我都秉承著這個信念去做這件事 但是會不會說 在Kendy未加入這些慈善機構之前 他們採取那個做法 以你認知的 其實可能真的很低調 也都覺得是盡量不要那麼鋪張 那他們是怎樣做的呢 以前籌款通常是用一些直銷郵件 可能是信箱你收過的 就有封信 然後說回一些在各種國家裏面的 一些貧眾人的故事 然後你覺得看完之後 通常會用這個理性分析 覺得我都值得去幫這些 海外的貧眾人 那你就填個表格 信用卡或者是銀行轉帳去那款 通常以前那個聯絡 真的用這些方式 很被動 就是等很多人看完之後 有沒有反應 其實你們猜不到 是的 但現在你要去街頭做的時候 其實就很不一樣 真的叫走出來 要拋一身出來做這件事 當時我記得第一次 我和同事一起去做 在天水圍一步 即是你自己走出來 對 因為你要試 要告訴大家做到 你自己也做不到 你怎麼說服同事做到呢 所以第一 我寫的 第二 就是自己做一個桌子 跟他們一起下去 你才會說服同事 這件事是做到的 然後真的做到這麼多年 而且現在是 說真的 整項整事都是這樣做 但你有沒有關口要跳過 譬如說你有個同事會覺得 我連說真的打電話 他都覺得有難度 可能是說回 這麼多年前 還要是 整項都不是這樣做 是的 你自己要做一個 走得比較前的人的時候 其實 有沒有要說服自己呢 還是其實你是那種性格 就是要豁出去的 我其實從來沒有想過做不到的 當我覺得 那件事 我的信念很強的時候 我也是做了的時候 我就會去做 我還會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說服別人去做 譬如說 好像打電話那樣的事情 我就告訴同事 你看 你看看真的做到的 如果我一年 我可以說服到這麼多個 捐款人不會斷捐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 其實等於四百萬 這四百萬 我們在法中國家 就可以幫到這麼多 那麼多的朋友 改善生活 為什麼我們不會做呢 其實只是打個電話 而姓明 是真的把那個 捐款人的 取消 不捐款的數字 是降低了 那麼每次都能夠 用一些數字 給他們去 證實給他們看 這件事真的可以 這樣 我們就以為商業機構 和慈善機構 兩個生態圈很不同 但其實真的 有相似的地方 亦都可以運用得回 就是過往的經驗 不過除了說 在策略上 就是怎樣做之外 其實我知道你 也都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親身做一些探訪 這些探訪經歷又如何改變到你呢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智庫通繼續和大家聊過 繼續回來智庫通的知識寶庫 剛才跟Kenny說 有很多慈善工作 真的要有一些 其實從商的經驗 反而是幫助到這件事 不過我覺得做慈善 其實有幫助到個人的發展 因為很多時候 你要參與慈善工作 你要有一種的同理心 而同理心 我覺得在任何一個的崗位 無論是家人 朋友 或者在公事上 其實都很有作用 你有了這份同理心之後 其實你會知道 別人想要些甚麼 怎樣做 其實是很幫得到整件事的發展 是的 其實一定要有自己的代入感 以及知道究竟是怎樣 好像我經常都說 有些朋友 就說 其實發展國家的人 為何這麼懶惰 又或者是他們為何這麼早結婚 是否真的想不用工作 又或者為何他們欠這麼多小朋友 這些都是一些他們的想法 我很多時候都想給大家多一個看法 因為你落到發展國家 其實你真真正正了解到問題 為何他們會早婚 他們不是想的 因為他們那些環境是 如果他們多一對手 那他們單做便多個人做事 所以有些女生就為了家 要多雙手 早點結婚 那家裏就有個男人 進來幫忙去耕田 那她的身材率就高 那她其實都是為了一個家 又或者有些女生 我們看到她是沒有機會讀書 家裏很窮 還有周圍的人都讀完小學 或者小三小四已經不會再讀書 那她做甚麼呢 她唯一的希望就是 我嫁了之後 希望也有一個男人會照顧她 讓她可以在家裏 那你怎樣可以令到她不生多些 她不是想的 但也有傳統的想法就是 其實他們生了小朋友 就可以幫她耕田 因為他們的生命 真的以耕種為生 如果她沒有人幫忙耕種 那其實她又怎樣可以得到食物呢 這也是一些在發展國家裏面 那些小朋友 貧困人或女生遇到的問題 而我們也有時不知道 又覺得她們或者懶惰 或者不懂得控制你的生育 其實她們也有她們困難的地方 所以當我們下去看的時候 是能夠給多個角度 一些公眾了解一下 我們自己是多了一個同行心 但其實以你接觸的 發展中國家的女性 或者是小朋友也好 她們最缺乏的 即是除了你說教育方面 其實還差很多 其實很多問題 我們看回聯合國的兒童公約 這樣說 小朋友基本上有四個權利 她有生存權 她有發展權 參與權和受保護權 但是往往小朋友 在法中國家裏面 有時吃都不能吃 我去過南宋丹 當時飢荒 連小朋友吃三餐溫飽都沒有 不要說三餐溫飽 一個星期可能吃得幾餐 那你生存的機會也好 即是變相低了 那有些 剛才你說的 沒得讀書 又沒有清潔食水用 很多時候有肚瀉 那接著又或者是個地方 醫療也是個問題 有病 沒得看醫生 我試過我自己作用的小朋友 她爸爸 只是因為哮喘 但沒有適當的治療 很快就過身 那這些種種問題 都是她們面對的問題 而女生更加是 遇到的問題 更加是雙重的問題 為什麼呢? 除了貧窮之外 她還要是女生 為什麼女生是問題呢? 因為我想大家很未理解 就是女生是這些法政獨家 通常是被輕視 地位是低一點的 被輕視的 即是重男輕女 因為重男輕女 我養你 都是浪費米飯的 所以要嫁出去 不如早點嫁出去 那我減低家庭負擔 又或者有些傳統禮節 是她要跟隨的 譬如角禮 即無端端把下體 某部分角色 視為一個成癮 都導致女生 很多困難出現 譬如我現在說 1、2、3 3秒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就是一個女生 18歲以下已經結婚 全球一年有1200個女生 因為這樣被迫很早結婚 早結婚的問題是什麼? 第一,她自己太小 接著可能生嬰兒 又未必有足夠的知識 去教養小朋友 導致貧窮循環 下一代又繼續貧窮 亦都可能在生產的情況 我們見過一些小女 她又難產 甚至她自有病發症 都是影響我們身心 還有就是 我們經常聽到電視新聞說 在某些地方經常有性暴力 原來全球每三個人一個女生 是曾經受過性暴力 或者暴力的被人打 被人強姦 還有就是 我們每個月都會發生的事 就是有月經理 但你想也想不到 原來月經有很多問題 在非洲每十個有一個女生 因為月經不敢上學 最後就絕學 然後在尼泊爾 剛才你說過尼泊爾 在中西部 政府其實很早已經下了一個禁令 不准那些女生 在月經的時候 要去那所謂的月經小屋 但是 其實我們在2019年 得到一個統計數字 有77%的女生 在月經期間 仍然是要去月經小屋 甚麼意思呢 因為 他們的事 這個月經唯一禁忌 是髒的 你碰到水 水會給你 令到它是髒的 你碰到一個男人 那個男人就會生病 所以你在前十天 你要離開你的家 去到一個小屋裏面去避 那個問題是甚麼呢 曾經在兩年前 有一些有幾個女生 因為她已經在小屋 暫避 但是天氣太冷 它燒炭 取煉 炭油 一樣化炭 今天吸入過多 那就中毒而死 所以你沒有想過的事情 在女生 因為她是女生 因為她是貧窮 所以是會發生 所以我們就說 其實發生的國家的女生 是有雙重的泥肌 但是其實 那裡喊濕濕 去那麼多不同的地方 看到這些經歷的時候 其實是會令到個人 更加需要 像Candy的角色 你可以帶領你的團隊 去爭取做得好些 還是因為其實去探訪的當中 都會很難過呢 自己的心態 會難過的 有時你回到那些網頁看 你看我自己都忍不住 流眼淚 因為你覺得 有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為什麼避免不了呢 為什麼有些事情是這麼無助 所以我們要做很多事情 譬如說 為什麼要角勵 不需要的 無緣無故 為什麼要把別人的位置 切掉 然後埋成一個洞 這些是不需要的禮節 所以我們就在不同的國家 唱道將這些工作 令到更多人 你知道這是一個禍害 根本不需要的 成人不等於 一定要做這件工作 所以我們是唱道 一些人去防止再做這件事 已經成功有案例 譬如說 早婚這樣才算 我們也都希望政府 可以將那個結婚年齡提升 譬如說他現在是16歲 就已經可以結婚 那我們就倡議政府 你將那個結婚年齡 提升到18歲 至少他是成熟一點 大過一點 能夠處理到 真的生嬰兒所有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成功的 在2017年在馬拉威 我們成功唱道到政府 將那個結婚年齡提升到18歲 所以不是完全無助的 是可以達到眾人的力量去做一些事情 令到這件事可以改變 那香港人其實說真的 我相信Kenny接觸的 有很多都很有善心的 可能我們有一些活動 真是一呼百應 那究竟作為一個有善心的人 是真的直接捐錢好 還是像Kenny那樣 我先走到最前線 我去親身探訪完之後 可以用自己的經歷去告訴身邊的人 可能其實是那個影響性 或者是別人由你把口說 還是由一些宣傳物料 或者是一些開物說 可能是兩種不同的 你覺得是怎樣會衡量呢 兩種都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有機會去到前線看 當然你會更加深入了解 因為有時我們跟一些義工的朋友 小影師去這些項目點 看了他自己覺得 原來這個情況是這樣的 他就會覺得 他會更加來幫我們 那為什麼也都要去前線呢 因為我想在這個設施行業裡面 其實人家對你的信賴是重要的 那你怎樣才能夠令對人的信賴呢 就是其實你才說服自己 我們的工作能夠怎樣幫到這些小朋友 怎樣能夠幫到這些女生 那我也不會擔心去那個地方是怎樣 因為我想可能跟我自己出身有關 我自己小時候 居住的環境也是很差的 所以我去到這些地方 我不會覺得髒 不會覺得邋遢 不會覺得那些味道很難問 或者怎樣 或者KQ的山路我也是很習慣 那所以去到那些地方 我將一些故事 將一些問題帶回給大家 告訴大家我們怎樣去幫到這些女生 讓她能夠有機會自己更新 譬如說 她是一些泰國的一些移民 她沒有辦法 因為用她的學力 是沒有辦法 入到一些好的工作 所以我們教她 就是你不如要學整麵包 學整麵包有能力了 就自力更新 那我告訴公眾 公眾就會支持我們 那集合公眾的力量 無論你是做義工幫忙的時候好 你請我們將會推進行業項目都好 都可以幫到她們 不過Kenny說開 就是女性增值的話 其實可能在香港已經相對上比較 就是幸福很多了 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讓女性在職場上 都可以發揮到所長的 究竟現今真是新一代女性 怎樣可以繼續增值自己呢 Kenny 我們明天在節目時間裏面再跟大家聊 你現在在看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住訂閱了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住都要支持一下